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这次收看 胡福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73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赵才卯所推出的 小比利大红封电影里头的 Atmos Prime 它的镜像配色 还有报应至尊的配色 它是个小比利的玩具 去年年底推出的时候 非常精妙的变形过程 还有高完成度的人形跟车型 让很多人眼前为之一亮 原来现在小比利的玩具 已经做到这么样的厉害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简单的一个车形态的大小 这是官方最近的核心级的玩具 烧铁帽稍微大一点 但是车子的尾部的话 长度都差很多了 那当然这个官方 就是标榜简单好玩了 跟这种比较走精致路线的 第三方玩具 当然是不一样的 那我拆开这两个玩具的时候 我是先玩了这个报应至尊 我觉得它的改色 已经给我眼前非常为之一亮了 但是在我开第二盒的镜像配色的时候 我更加的惊艳 因为镜像配色的话 它的涂装更加的精细 身上的话 有一些这个是刮痕 一些战损的涂装之外 车窗黄色的部件上面的 一个碎玻璃的刻印 还有整个车子的一个侧边 你可以看到这些 原本是金属涂装的部分 它还有做了一些 类似于是绣化的一个 污渍的点缀 包括在人物的大腿这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你这两个玩具 你要我硬是做二选一的话 我毫不犹豫的会推荐你 可以考虑入一下镜像配色这一款 它的这个车头的部分 整个的一个质感的话 真的是做到了小比利里头 非常非常非常高水准的涂装了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下 车从人的一个变形过程 我们先从腿开始 这个地方解开 里面有一个凸把它给收进去 只有这一侧才有 接下来我们翻到侧边 把后面这一片给打开 里面这一片也给挑开 然后整个这个部件 往侧边打开之后 它整个可以往下面拉下来一点 拉下来之后 鞋尖把它弄出来 推下去转到正 先转到这一侧就好 再来我们记得把这个轮胎 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前后的 180度的一个翻转 人形跟车型是不同方向的 推到这边之后的话 我们把侧边这块部件 给往这边推下来 记得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个弧形 弧形可以躲过这个油桶 还有躲过这一个 这一个尖刺 躲开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油桶给收进来 推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脚推到这边 然后我们记得先把腿给往上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 这里这个金属布链 这里有一个凸 它要跟这里面有一个凹槽 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盖板 原本扣在这个地方翻下来 这个地方也从这里推下来 到下方这里 然后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 腿的一侧就算变形完成了 上半身的变形的话 我的建议是先把手给翻出来 这一侧的部件往上翻 这里还有一片部件给往上挑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建议是两边同时进行 这个部件给往上挑 然后还有这里 有一个部件往下面掰下来 这个地方有点小 如果说不好弄的话 就建议各位还是使用道具吧 这个手臂的话 等于是单独的把它给切割出来了 切割出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从车子的一个车头里头 把它给进行一个拉出来 你可以揪住手臂这个地方 这个部件的话 把它往外面给扯出来 到这边 把这个手臂给翻出来 手臂的话 两侧都翻出来之后 我会建议吧 先把头给变完好了 头部的话直接往上翻 做一个翻转之后 然后往下压进来 头部的话它一个双动关节 往下面搓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把这个手臂的话 稍微的弄一点点平举 平举的一个姿态 再来的话 把这个车子的一个车窗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我的建议 你把它往斜上 转一个角度 会比较方便 我们后续的几个变形步骤 然后整个上半身 做一个大回旋 这样子转过来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给做一个解锁 刀具把它给扣开好了 这个地方 把它给撬开来 撬开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这两个轮胎给处理完好了 轮胎往两侧这里 给放进去 这个部件盖上去 然后胸口的话 把它回到原本的一个角度 这里记得上方这个地方 把它给对回去 然后把这个胸口给锁定上去 再来我们把这个后面这里 这里有两个小部件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紫色的部件这个地方 它很小 不是 你如果是 这个从车变中人的时候 要把这一片部件给挑出来 这个指甲不好操作 我们就用道具把它给扣出去 扣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腰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它往前面 下来一点 再往后面放进来 好 先到这边 背部这块零件的话 我们把它给撬开 撬开之后的话 先打一个特殊角度 在这个角度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部件 给往上面折 两边都一样 两个部件都往上折 然后它整个部件 可以折成一个 这样子 一个特殊的形状 那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缝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缝呢 就是要去卡我们的这一块部件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利用这里的 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它给卡进去身体里头 然后呢 将这个凸 给塞到这个缝里头去 这样就行了 再把这个部件给往下盖 中间有一个结合的卡扣扣起来 最后再把这个盖板呢 给往下放下来 最后给压上去 剩下的手臂变形呢 首先我们把这一个手臂的拳头 从里面给翻出来 然后呢 记得把它给转一个方向 转到侧边去啊 先把这个部件都给翻开 这个拳头要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拉出来之后转一下 好 再把它给推回去到这里 那其他的部件的话呢 手臂上这些部件 你就看得到的 能够顺着方向折的 你就把它折一折 然后呢 给推回它原来的缝隙里头去 那么这样一台的话呢 这个胳膊 记得啊 这个温再把它给推回去 那背后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件 它是怎么样呢 上面这个地方 一定要先打开 上面这个地方打开呢 是因为它不打开 会限制到这一片的移动 那我们移动的时候 先推这一片 推上来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一片就可以往下压 压下来 压下来的时候呢 再顺着去调整这块部件 把它贴合着 好 整个的 你看 这边是一个水平的 这边是垂直压下去了 再把它给压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手臂的变形也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人形状态 也是非常漂亮的完成度 身形比例啊 各个方面的细节来讲 呈现都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这款黑色的 报应至尊的话 跟它的车形态一样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 中规中矩 也很还原 红色的车窗 特别是它这个眼睛啊 比这个车窗感觉呢 更加的血红色 那整个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这种细节的机械感 我个人觉得吧 以小比例玩具来说 这个真的是做到一个 非常登峰造极了 那么这款镜像之尊的话呢 我觉得是更加的厉害啊 这个程度刚刚说的 这上面有一些 刮痕的战损的涂装 还有身上的这个金属的 这个部分里头有一些 类似于一个 锈字的一个感觉啊 整个细节的呈现的话呢 要比黑色的报应之尊的话呢 还要再更加更加的厉害 走过来说吧啊 这两个玩具的话呢 都是非常优秀的 在人形变形跟这个车形态 都是非常高水准的演出 那么价格的话呢 各位就自己去斟酌衡量了啊 这已经是做到说是比较精品的 小比例玩具了 那就利用今天吧 今天是台湾今天是大台风的日子啊 这个外面狂风暴雨呢 就刚好来把玩几个小玩具呢 就快速的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